把那么难搞的一个项目 丢给一个连设计师助理 资格都没有的人去对接 这也不是你一贯的作风啊 姜小姐 来 谢谢 其实啊 你们顾总第一时间 就约我了 我理解你们的难处 毕竟我跟我太太的意见 存在着分歧 沐先生 我想了解一下 为什么程老师 是执意要保留那面墙 而您却要拆呢 是有什么故事吗 其实也没什么不方便说的 记得那个地方 还不是艺术园区的时候 我太太经常带着我儿子 去那边玩 那面墙留下了 很多美好的回忆 但是 我儿子 在五岁的时候 逆水过世了 这些年过去了 我的太太一直沉浸在痛苦当中 无法走出来 所以 程老师在那里建美术馆 是为了纪念你们的孩子 顾总 进来吧 对 这是刚完工的单子 你签个字吧 好 你和许总没事了吧 没事了 所以其实你们是商量好的 对啊 在公司其他员工面前 演戏也就算了 何必要瞒着我呢 这种小事不告诉你 你肯定也猜得到啊 可你这样会让我觉得 自己像个外人 你想多了 你对江晓宁很不一样 有吗 你会让他去你家 你会送他发夹 我在你身边六年了 从来没见过你这样对一个员工 这不是你一贯的作风 把那么难搞的一个项目 丢给一个连设计师助理资格 都没有的人去对接 这也不是你一贯的作风啊 我是看他工作努力 又有潜力 想给他个机会 我没让他走 也是给他一个机会的 嗯 可能是我对他故意严苛了吧 公司事务严格是好事 但如果情况特殊的话 到底是情况特殊 还是人特殊呢 是 紫玛琳啊 我的私人生活啊 你就不要管了 我的事 我自己很清楚 对不起 你妈妈